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千雪 第九百七十五集 别调侃我了 赵玉生嘴角微扬 我现在就去给剑衣带点粥 顺便再给你们带一点烟窝 嗯 凤九儿和小樱桃 一同看着赵玉生点点头 赵玉生低头看了桌子上 吃剩的膳食一眼 轻声问道 不要了 凤九儿和小樱桃轻轻摇头 动作依旧一致 赵玉生左右看着两人 低头收拾 小樱桃含笑站了起来 凤九儿也站了起来 伸了伸腰 甩甩双手和双腿 转身往屏风而去 房门被人急促地敲了两下 赵小小迫不及待地 推门走了进来 小姐 您走慢些 一名丫鬟 跟在端着托盘的赵小小身后 大哥 我听剑衣醒来了 他真的醒来了吗 赵小小往里面张望的时候 不见了床上的人 余光瞄到了凤九儿走进的屏风 他猛地将手中的托盘放在桌子上 不可以 赵小小的动作太急 被放下来的药 由小半撒到了托盘上 他急忙忙地冲过去阻止的时候 赵玉生绑在他面前 而凤九儿已经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 大哥 剑衣在泡玉 是不是 你不是说剑衣不是九儿的男人吗 他为何可以进去 剑衣不是在泡玉吗 九儿他不能进去 小小 赵玉生握上了赵小小的手臂 医者没有男女之分 你知道吗 昨晚九儿给剑衣施针也是同一道理 我不明白你为何紧张如此啊 被赵玉生瞪了一眼 赵小小总算是反应过来 可哪怕剑衣不是他的 他也不允许别的女子毁了他的生育 回头看了那碗自己端进来的药一眼 赵小小在赵玉生掌中抽回自己的手 我要去给剑衣送药 丢下一句话 他转身要端药 小樱桃比他快了一步 将药端了起来 哎 可惜了 少了一半 也不知道药效行不行啊 他连看都不看赵小小 端着药从桌子的另一边往屏风而去 对了 少当家 九儿说剑衣能吃点西粥 你们记住准备一下 看起来 这位赵小姐是挺在意剑衣的 小樱桃真不敢回头 好 赵玉生似乎得到了提醒那般 再次握上赵小小的手臂 哎 小小 那药还有吗 若是药效不足 也不利于建议养伤 哦 还有 你能去准备一些西粥吗 这儿只有我一个男子 我必须得留下来 有些事情女子不方便 只有男子能帮忙 明白吗 不等台谋看着自己的女子回应 赵玉生继续说道 你肯定能明白 去吧 我会照看好建议的 赵小小皱了皱眉 用自以为只有他和大哥能听见的声音问道 刚才是你帮他脱的衣裳吗 我会是这两个女子吧 什么艺者没有男女之分 我才不相信 我不要建议吃亏 那是当然 九儿和小樱桃 只是进去给建议治疗 等建议抛育之后 我还得忙呢 赵小小挪了挪唇 推开赵玉生的手臂 看了屏风一眼 收回视线 他再次抬眸 看着赵玉生 你照顾好他 交给你了 刚才一时着急 将自己辛苦熬的药打翻 赵小小心里也不好受 明知道留下来 也帮不了萌 他只能去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赵玉生 回给他一个认真的目光 赵小小 深吸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 他身后的丫鬟过去 看着赵玉生轻声说道 少当家 我来收拾吧 好 赵玉生汗手 转身 往屏风而去 让人守在外边 没有我和小姐的允许 谁都不能随意进来 赵小小还没出去 赵玉生不敢将他给忽视了 是 丫鬟看着他的背影 恭敬领命 赵玉生进去的时候 凤九儿再亲自给剑衣喂药 看了进来的人一眼 他微微勾了勾唇 替我感谢你妹妹 救回了剑衣 别客气 九儿 剑衣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啊 痊愈是不可能这么快的 不过这家伙 体子好 恢复起来 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 剑衣将碗里的药 全树入肚 凤九儿拿着方巾 给他擦了擦唇 九皇叔及时赶到 太子妃 已经被赶离了墨城和鸭木城 兄弟们 现在正在等着咱们 回去庆宫 你快些好起来 剑衣 轻轻点了点头 看他欲言又止 凤九儿转身过去 拿了一张椅子过来 不需要说什么感谢我的话 你只需要 好好地想想 怎么去报答赵小姐就好 凤九儿在剑衣身旁坐下 拿出针包 对啊 小樱桃放了一些药粉 在浴水中 搅拌了一下 抬眸看着剑衣 看起来赵小姐很喜欢你的样子 要不 剑衣 你就以身相许吧 她一定乐意的 赵小小刚才说的话 不仅是凤九儿和剑衣能听见 就连小樱桃也听见了 剑衣看了小樱桃一眼 眉心一皱 回头看着凤九儿 我不要留下来 九儿 我要跟你们回去 剑衣当时要离开 也是迫不得已 既然现在 她的身体有些好转 也不需要打仗 她肯定乐意回去 不管你怎么想 你暂时肯定不能留下来 凤九儿手捏银针站了起来 为何 赵玉生轻声问道 凤九儿来到剑衣身后 抱着她的脑袋 并没有看赵玉生 剑衣的康复需要我 所以哪怕她想留下来 也不是现在的事情 起码要三个月之后 话音刚落 她准确地 在剑衣脑袋的一个穴位上 施了一针 抬眸看了赵玉生一眼 凤九儿挑眉问道 你不是打算 让剑衣留下来 当你们山寨的上门女婿吧 不过 要是剑衣愿意 我也不能反对 好歹是她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椅子上的针包里 捏起一根银针 凤九儿再次站在了剑衣身后 等她的情况稳定 我肯定要回去 剑衣跟我回去 三个月之后 自己再做决定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